哎呀,兩個好香蘭你們都在這裡 嘩,你們的兒子,厲害了,就信到 一會兒說做金融家,一會兒又說做大廚 家系又轉了行 祖師奶,你看到天佑在幹什麼? 厲害了,城市美容師 不不不,祖師奶,你有沒有認錯人 素家也好,通下水道也好,懂不知都是一件正經事 做好事,怎樣都好過那些人 有空沒事在這裡,就喝飲食吃,由手好閒 爸爸媽媽,你這樣,哥哥 祖師奶,你看錯了,這件擺明就是志願者的衣服 你好 哎呀,你說那些人都不知道怎樣去想 整件這樣的東西出來,這行又穿得,那行又穿得 你看下去都不知道他在做哪 哈,你真是 嘩,電話,電話,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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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人真是 不要理他,他一向都是山寵藥 說得別人說 不過話說,自從疫情之後 廣交會全部都是線上舉行 什麼線上都有自願者公裝著嗎 二嬸,今屆廣交會是第一百三十屆 而且今屆恢復一部分線下舉辦 而且是六十五年以來首次線上線下融合的廣交會 哎呀,那就是說呢 中外的那些客商就會再一次混集我們廣州了 是啊,是啊,是啊 想起,疫情之前,一到廣交會開的時候 廣州特別熱鬧的 地鐵又多人,那些接駁的交通又繁忙 我們旅館,都訂到滿了,忙到踢了腳 看來,你們這些熱鬧景象有次來 想到都開心 是啊,是啊,是啊 今屆廣交會已經定了舉辦的時間了 在十月十五號到十月十九號 二嬸,那我們旅館這邊要拿時間準備了 多虧了咱們國家這個疫情防控做得好 這順況在線啊 疫情之下,這屆廣交會是全球首個國際大言線下實體會展活動 在疫情之下,世界經濟的好消息來的 那我要回房間收拾些東西 我稍後還要趕回去工錢演練 哦,疫情 哎呀,兒子,兒子,兒子 既然做得這份工作,用心做 要服務好我們的中外客商 不要失禮他們廣州人 哎呀,真是開心了 廣交會出資都開回來了 是啊 如果不是答應了外母拿幫我們 我也去做志願者幫忙也不錯 說天佑在一起 你閉嘴吧,說你很聰明 外母家的事就大過天 我們家的事就擺一邊 你學一下別人的弟弟,別人做志願者 有多乾淨啊 老闆娘,我沒有蛇王的 我也是多虧天佑 今天早上來就過來幫我搞衛生 把那些花盆、雜物全部清洗 把那些花盆全部清洗 是啊 哎呀,這把這盆臭草呢 臭草? 是呀 那些草啊 草 草 哎呀 小心點 小心點 小心點,二嬸 那些芽片很美的 因著戒傷手 哎呀,那我幫臭草去了哪裡 老闆娘說找我幫臭草 不知道臭草是什麼樣子 你今天幫忙收拾東西 你有沒有見過 臭草是不是我們在家煲糖水的時候 會稍微放進去那些草 哎呀,又叫做雲香草 我醒醒了 我今早在這裡清理的時候 那棵味道很特別的植物 是啊 是呀 是不是就是那個葉子 好像有波紋一樣 是呀 是呀 今天早上你清了那棵草的時候 就把它好像移到那邊的角落頭 你忘記了嗎? 好了 喂 喂 老闆啊 哪裡有啊 那棵臭草都不在這裡 我明明放在這裡的 那哪有啊 喂 天佑 你搞不見了二嬸那棵臭草嗎? 哇 二二是很緊張這個臭草的 又有啊 就是你之前讀大學 就不在家裡 你又不知道這件事 我告訴你 那棵臭草呢 是一個拿來廣州參加交易會的人 仲樂的 放下要我來關照主 他是姓古的 是東南亞一個華裔的客相來的 哎呀 在我們荔灣人家開張的那年的交易會呢 他就已經來我們荔灣人家這裡 這裡住的了 唉 想當年呢 我就想著 向住店的客人送福利 那就煲了煲紅豆沙 給那些住客當宵夜啦 唉呀 都不知道多受歡迎啊 秋家會期間呢 就正值廣州呢 天氣乾燥 紅豆沙呢 就偏溫度的 不適合他吃啊 好像古生這些熱底的人呢 就肯定是頂來順秋草的啦 他耍手兼令頭啊 誰知道呢 秋草症在古生身上呢 都不知道多明顯 他呀 居然流鼻血啊 人家來我這裡住 肯定呢 就希望人家住得好 身體好 住得舒舒服服的 唉呀 搞到人家流鼻血啊 唉呀 雖然與我無關 但我也不安樂的嘛 於是呢 我就立刻轉態 煮綠豆沙 我們廣州人呢 講究的呢 就是 約食童丸 秋草的時候呢 來一碗 海帶陳皮臭草綠豆沙 又清熱又去草 那晚呢 我就煮了大半煮綠豆沙 你好 先看看這次合不合吃 唉呀 古生一個人呢 喝了大半啊 就是這碗綠豆沙 古生和我呢 從平水相逢 都無話不說 成為了自己朋友 還成了 荔灣人家的 忠實粉絲 每一屆交易魚呢 他都是 第一個 來我們荔灣人家住的 古生自己都說 他每次來廣州呢 一定要做最重要的三件事 第一 就是參加廣州 做好他的生意 第二 就是來見我這個好朋友 而第三 就是吃一碗 放了臭草的綠豆沙 這個古生 吃我們的綠豆沙 吃得上癮了 在逛街的時候呢 看到有人 賣臭草盆栽 他竟然呢 掛了一盆門回旅館 買一盆景 是呀 是呀 風村華的臭草 他在東林亞那天呢 就把那盆臭草呢 就托付給我 我跟他約好了 等他下次來廣交會呢 一定呢 就幫他養大波臭草給他看 一定呢 留給他最終做的那間 二一二房間 唉 但是廣交會呢 就因為疫情呢 就停犯了線下 你又猜不到他 一停就停了三解 原來盆臭草後邊 這麼大的故事呀 現在呢 又說 今屆的交易會 恢復部分線下舉行 那就是說呢 阿古先生一定會來的 我之前就答應過他 他如果再來廣州的話 我就會捧著一棵臭草 歡迎他 兼且還會給他 二一二房間給他住的 但是現在 那棵臭草呢 去哪兒 有那棵臭草嗎 是呀 是呀 哥哥 那棵臭草原來是 二嬸幫一個廣交會客人養住的 你有沒有看到 有呀 我當然看到 是呀 哪有啊 是呀 是呀 我送了給唐蓮藕 偶叔 什麼 你幹嘛送給他 沒有 今天我跟外母打電話的時候 剛才唐蓮藕過來 說要借雷章棍 又說借什麼工具 他接了一張 整百個人的下午茶糖水單 剛巧見到一棵臭草 想弄到綠豆沙上 那見他 就給他 你 你真是壞子 你外母的東西 誰那麼上心 誰不知道 你肯定 你打電話的時候 唐蓮藕來了 你嫌唐蓮藕 阻礙你 你跟外母在那裡嘔嘔嘔 所以 你就強行送東西給別人 免得阻礙你聊天 是嗎 是呀 小媽 不要這樣說 他給了唐蓮藕 大家這麼熟 問他拿回來 是呀 現在馬上跟外母 拿回來 外母的東西 你真是 你當上聖子 屁 你… 不…你… 焚到 喔… 嘩… 這樣看… 你…你…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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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鍋是甚麼 煮臭草 煮了嗎 這鍋吧 陳皮海帶臭草 煮綠豆沙 經典糖水 潤沸潤到十十腥的 真是好香啊 你香啊 嘗嘗嘗嘗嘗嘗嘗 怎辦?又香又好吃又聞 你說吃不吃好嗎? 吃吃 真的好吃 兩位你覺得它這麼香 為何還要把口臉拿起來 這麼好吃? 你不知道要跟我媽媽交代嗎? 你真是煲鬼了 吃了又好吃 你又聞不到? 是不是很香? 你很香啊? 聰明 煲到溶掉了? 多好吃 我猜你也不會煲下去的 那剩下的那盆臭醋呢? 摘的那些全部摘了就放進去 然後剩下的那盆就一個不一個 一線打爛了 那這樣搶的泥頭 我就已經叫垃圾撿走了 你不是 那現在還有一些在天井那裡 還有一點點 你現在 殘痴敗柳 即是跟死了沒什麼區別吧 糟了 我怎樣跟古生交差啊? 你呀你呀你呀 但凡你拿出三分一 服侍你外母娜的精力來緊張我 也不至於搞到現在一碟齋了 阿少,不用太誇張 最多就買一盆賠給阿鼓商就行了 我在網上查到 有農科院培育的高品質雲香草 你看 放鬆很漂亮 那就行了 買一盆不夠買十棵 一定沒有問題 你真添有錢 有錢就能夠解決 別人交這盆賬給我 我當然是希望 養得好好 socialism 已經知賣業貿 你現在弄成這樣 我怎麼跟別人交差啊 換個盤 我不如換你吧 媽 都是一棵草而已 跟別人說真的不小心 真的出了意外 很不小心才會打爛 那別人不會因為一棵草怪來的 別人臨走的時候 交了一棵臭草給我 我已經答應了別人 世神劈怨 我會養到枝繁葉茂給別人 現在你看到吧 人家等了兩年才來廣州 你告訴別人 你這盆東西已經死了 那別人會很傷心 二嬸 你不要再怪哥哥了 這棵臭草我已經重新種下去 淋了新根水 說不定根味死得了 可以種生 那如果種不生呢 走那麼久 完全沒變化 好像沒活動過那樣 因為沒有大陽 沒了大陽嗎 沒有太陽冷些 我應該不會太陽冷了 怎麼會晒到的? 放在中間 過了這麼多天 還沒看到根有生牙錶出來 會不會是呢? 牙錶了牙,但被肚子扭小也看不到 不如撩開肚子看看 等等等等 現在要把肚子和根分開 他總會容易死 怎樣也弄又不是不弄又不是 你懂不懂 這麼久了? 連牙齒都沒有? 你們懂不懂種? 我已經查過農科知識了 但按照上面說的 淋水曬太陽 沒效果 照足做的 看來 按那些什麼書本 教科書的辦法 都是救不到他 一定要用一些土辦法 只有用那些土辦法 才有可能救活生他 和搶到時間 什麼土辦法? 和水彎 有彎 兩位細節 就是這條蔥了 肥肉放香 養活了我們幾代人 河底的泥 肥都無論 養什麼生什麼 你別管花花草草 你弄兩袋回去 戴在頭上 頭髮也生得出 謝謝你,蓮藕叔 當然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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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看見嗎? 很胖 油膩的 來 來 謝謝你,蓮藕叔 來 來 來 怎麼了? 你亂看你們行人情默默地看著我 你以為我幫你筆嗎? 你... 不是你幫我們筆嗎? 我以為... 以為 去 你蓮藕叔我洗腳上田很多年了 說不上什麼生蕎肉貴凈 家家地現在都是商務人士 你還要我下河幫你筆禮? 對不起 對 對的 我們自己的事應該自己做回事 快點 天啊 天啊 過來 我來吧 我們最長褲怎麼下水 好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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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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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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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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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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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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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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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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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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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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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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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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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答應了他 你不需要上網訂購 我一定留回房間給你 所以只要他來廣州 這間房間一定是他的 但現在廣交會都快要開了 他還未來 對了 即是往年來參加廣交會 他一定會在開幕前 提前入住 為何今年這麼晚 媽媽 什麼 七叔公到了 這麼快嗎 怎麼了 什麼事 不能說的 他媽媽的七叔 很多年前去外省打工 最近知道我外母回來廣州定居 所以我過來探望他 外母被我熱情 我跟七叔公說 你一回到廣州最美的茶樓 就請你喝茶 好了 好了 不要急 慢慢來 我明白 放下所有東西 趕快去陪他喝茶 因為你媽媽已經訂好位置 想你們兩個陪他們喝茶 對吧 其實我們可以先吃完 先吃完 放下 行了 不要吃了 你們吃飽了 那去到那裡 難道只要陪別人聊天嗎 都要陪別人吃兩煮的 對吧 走吧 太大人了 麻煩 辦什麼事 媽媽要等你們 你不要嚇人家 媽媽等那麼久 好扯了 走吧 不好意思媽媽 明天再吃過 來 放下 我們自己吃 二嫂這個婆婆做得還是很到位 哈哈哈 唉 想不到也不行 你都見到的 你一擔心機對女 有什麼用才行 一個電話來 外母那些事 比她媽媽的事更重要 唉 唉 這樣了 難道我發爛詐嗎 發爛詐 這兩個年輕人做人 我們講完呢嗎 我看秦 來 我看秦 我們看秦 他兒 在這裡 我看秦 還有 我看秦 在那裡 聊天 那 發意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